45. 華僑部 完善救援系統及提升原供應變能力 科大醫院災難救援演習順利 2015年7月26日 特訊 配合特區政府衛生局測試本澳應對特大災難事故的救援能力 科大醫院於昨日參與名為火星行動的災難聯合救援演習 試設參與演習的部門包括門診部、住院部、深切治療部、護理部、影像科、檢驗科、西藥房、 卦號處及收費處等共64人 演習模擬中藝館舉辦大型文藝活動表演期間 突發火警而導致200多人受傷之大型事故災難 由於受傷人數眾多,部分傷者須送往科大醫院救治 試次聯合演習的目的主要是測試院內外各部門應對特大災難事故時的通報和協調機制 救護人員檢商分流、傷者運送和交接等流程 演習前醫院內各部門分別進行了多次會議、實地視察及討論 從演習情境、參與人員、演習流程、接到衛生局通知時的通報機制及流程等作出攤牌 測試人員於事故時的應變能力 昨日、現場有多名觀察員、觀察及評估過程中的各項行動 包括各部門接到通報後的反應及應變 醫護人員於接收傷患時的流程、病人的分流安排 以及院內外的協調等 時次演習院方由早上10時35分啟動 至11時45分結束 歷時1小時10分鐘 演習完不後 參與人員隨即舉行檢討會議 總結演習時所面對的問題及商議改善方案 演習雖未能完全反映實際災難救援時面對的所有狀況 但各工作人員均以認真專業的態度執行任務 力求從中體驗醫院內外團隊之間的合作及吊協 透過時次演習 讓科大醫院重新檢視處理事故的流程及細節 再一次完善災難救援系統及進一步提升全體同時對緊急事件的應變能力